Hello 谢谢继续收看我们这个某某的直播 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 请到了这个传说中的网红 我在昨天晚上还在这个YouTube中边 拜读他的影片 点阅率都相当高 而且今天要跟大家聊聊 不仅是健康的问题 也是装潢的问题 甚至还有包含说什么 连这个台风来的时候 都可以有效解决外面风吹进来的问题 让我们先欢迎今天的费总 能刚 那个名字跟人一样帅 现在就可以握手 因为刚才说头上有发焦 没有办法给你握手 你好 请坐指教 其实我们今天 推荐给大家这个防埋纱窗的时候 我那时候一看到的时候 就说纱窗就纱窗 还要什么防埋 结果后来 我就去问 因为我表弟 他是在卖房屋小手的 后来我就会问他说 你有听过那个防埋纱窗防埋网吗 结果他会讲说 大哥 大哥 拜托 我们都在上太空了 你还在杀猪工啊 他说 现在 就是以前 我们在卖豪宅 他们在推荐豪宅的时候 他们讲说 这个配备就问说 我有没有付给你什么偷偷的马桶 而且还是要是那种免制型的一个要六万块八万块 或者是我这个什么冷气厨具要付给你什么 甚至人家前阵子说 因为现在这个电动车很流行 我那个停车位 有没有付那个电动充的那个停车位 他说但是现在豪宅的配备 就连南港那个现在最流行的那个四个字的 这个朱节尾的 好不好 都说他们现在配备都去跟那些豪宅都跟他讲说 我一定要加装防埋网 防埋砂窗 终于开悟了 是 他都忘记自己的呼吸 是啊 那我就想说 这个有这么 我说这个有这么重要吗 防埋砂窗 然后怎么样 那个台湾空气互相 北中南东都一样 就装个砂窗就能解决 他就讲说 鬼本作业就一个道理 因为有钱人比我们怕死 其实每个人都需要 是 因为人活在空气中 是 你知道每一口气 它的干净度是非常重要 是 但是他往往忘了自己 是 忘了自己 什么就叫这个主持人 男主持人很好笑 拜托我们很专业的好不好 我们是 好笑之余 又有专业的知识 跟大家分享 什么叫男主持人 好笑好啊 因为你笑脸残开啊 是 对 好笑好健康 但是过去我们常在想说 奇怪 其实现在大家对于 空气污染这件事情 因为早上 有时候气上去都会宣布说 小青今天又止爆了 今天又哪边 什么地方红爆啊 什么什么什么 那个中爆啊 还是怎么样的 所以大家其实现在家里就懂得说 我要在不管是在客厅啊 或房间 依照你家里平处的大小 去安装所谓的一个空气清净机 对 可是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道理嘛 病从口入 或从口出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我人在家中坐 或从天上来 天上从哪里来 就从你家的窗户来 是不是 人刚 空气 绿清机 是不是一定要把窗户关起来 是 那你装窗干嘛 也是有道理 不是我要流通啊 不行 我要流通啊 但是你流通 你让空气进来 再开空气清净 是不是有点矛盾 是有一点化蛇添嘱 但是不然怎么办呢 我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因为没把原因解决了 因为你可以戴口罩 但是你也不能活在泡泡里啊 是 所以我们的防白王 就是一个大泡泡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你现在懂了吧 就这样 我现在随便举个例子 其实我们从3月20号以后啊 这个第一个确诊也不用隔离了 第二个除了现在去医院 跟大众运出系统 其实口罩也不用戴了 可是 你有没有发现 大家还都是戴口罩 大家走到哪里的时候 在电梯里面的时候 孩子不自觉的把口罩拿起来 因为为什么 大家开始有自我防护的观念 但是如果你已经有这样的观念了 那你应该要从你家的纱窗做起 对 是不是 大家已经知道呼吸的重要 是 再来吸进来那一口气的重要 已经开始爱自己了 是 不会像以前旧时代的社会 过年才洗纱窗 真的啊 哎呦我们怎么上来 我们怎么活过来的 真高兴 因为以前污染 以前污染没那么严重 以前主要我觉得是这样的 因为用早期说农业都会到商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到商业社会 对 可是现在重点来了 因为我后来我就想说 因为我自己要推荐给大家这个东西 我自然要做点功课 结果我一发现说 我一上网查的时候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原来这个防安网已经变成主流了 可是还有分什么 什么欧洲的 德国的 银铃子的 银铃子还要抗菌的 然后木孔大小 那个怎么样拿到 还可以达到 有些还可以什么 还可以防风的 我看了 这个防水 还有防水的 对 所以这个时候 除了问专家之外 我或许是骗你买东西 不不不 叫你买东西的专家 但是今天 如果要知道商品的专家 商业那就要问费种 这防安网都要怎么挑啊 仁刚刚我们现在来这里 就是要有良心建议 是是 就教你怎么挑防卖 因为这对你这一口气 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话 是 我们已经吸了几口气 我这个285口 所以你知道这一口气 里面有多少的原子 粒子什么 都已经到我们的身体 某个部位 已经在运作 对不对 所以你怎么会忽略它的存在呢 是 所以我常常 所以我们必须了解 我今天买的是什么东西 好吗 但是众说云云啊 我们也不能说比较好 只是说好友分等级 对不对 你说车子哪一台好 每一台都可以上高速公路 是 对呀 就是选择你适合的 OK 我不批评人家 但是我只告诉你我有什么 是 OK吗 当然可以 所以简单来讲 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 在介绍今天商品事件 先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今天的商品组合的部分 我们今天总共是有几种 因为家里面 大家的纱窗都不一样 有的是那种 现在是那种折叠式的 有的是卷轴式的 对不对 甚至今天还有 一般我们就是有那种平的 所以我们今天针对你家里面 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个纱窗的部分 给大家不同的商品组合 简单来讲 假设如果你现在家里是 比如说是卷轴式的纱窗的话 今天你就选卷轴式的纱窗 那个DIY的操作 如果你家是折叠式的 我们今天就选那个 折叠式的纱门椅 那个直接去做一个操作 那很多人会讲说 那你这个问题来 我不知道 我们家里有几财啊 我怎么不知道几财 我知道我儿子是天才 但是我不知道 但是我不知道我家纱窗是几财啊 不敢这么说 我还没有人吃 服务无使是不是 观众朋友在询问 请问他空气会不会流通 然后还有道府安装的问题 这个都有 空气一定会流通 如果防麦网啊 如果让他空气不进来 那不叫防麦网啊 那个叫做 一块布吧 不是 一块墙 那个就是 连墙都没有密不透风的墙了 更何况是 对不对 那更何况是 我们现在的防麦纱窗呢 对不对 简单告诉大家一下 就是这个在介绍上面 简单告诉大家 对于财的这个概念 好不好 就是很简单 就是长城宽除以918 918是工业尺寸 对 所以长城宽除以918 其实长城宽是30乘30 就30乘30 一个面积就是财 那门窗本来就是以财为主 但是我们公司是以918 就工业尺寸 对 所以简单来讲 如果假设比如说 比如说你认什么300乘300 除以918 假设出来是8到9 你就说 那10台之内 那就已经在我们今天 这个设成范围里面 但是 基本消费 那叫基本消费 我从食材为食材 为什么 你想想看 我戳一个馒头 然后那个力量 我戳10个也是同一个力量 对不对 所以我能切一刀下去300 跟切一刀下去30 那个工资成本是一样 这个没水准哦 怎么说 这个这个真的没水准哦 有一个朋友在里面说 请问一下你知道那个什么虾饼 你这个没水准哦 这个叫清门踏户哦 水准不水准 他个人欣赏就好 我们不谈别的 谈我们的水准 那现在还是要先跟我们分享一下说 第一个 到底一般的沙网 跟我们的防卖网差别在哪里 第二个 那如果同样都是防卖网 我到底该怎么挑怎么选 它才是符合我的需求 OK 我们先谈行好了 全台湾省 你们台湾啊 美国好像没沙窗 因为好像苍宁比较早 除了养牛的地方 对 然后所以我们谈台湾的地方 台湾的地方的沙窗 这样做起来功课 不过是三种而已 是 一种叫平窗 平窗 平窗 就是这种的 是 这就 有有有有 每个家家户户户都这样 对对对 就是修理三窗三门 就是这种 对对对对 已经在台湾的世界 很久啊很久啊 像我出席就看到现在 好吗 有 还有一种做这个 折叠式的 是 通常这个都用在外推窗的位置 通常刚刚那个是用在横拉窗 对对 OK 现在就是有一种西形 我用你的 这是你的demo 是是是 这个叫做卷轴式 卡夹式 就可以这样 它也可以这样装 OK 这个装在阳台也很美 是 OK 为什么要装阳台 它的衣服啊 就不会有什么灰尘 了解没错 要不然衣服洗了都容易白洗了 听说还要进去除尘啦 是啊是啊 还要再买一个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那个抗UV的 什么那个三星的 还是那个什么 要把它放进再重新弄 还要干洗一遍 让它更累 你知道那一台的机器的钱 可以买多少纱窗 真的 我知道那一台快四万块 因为我干弟弟有买 所以三百六十五天 然后你觉得我们可以买几窗 对 所以选择价值的问题 对 有些人在问 有需要把原本的纱窗拆掉吗 如果这一窗 一定要把原本的纱窗拆掉 我们要拿起来看吗 如果这一个 就需要把原本的纱窗拆掉 我好像有一窗防卖的 在哪啊 然后呢 如果这一个 就要整个轨道都拿掉 因为这个轨道都拿掉 如果这个 我们只要把卷筒拿掉就可以 但是等一下 最后会给你实验给你看 教大家一起来DIY 我觉得啦 大家对于换纱窗这件事情 可能都有一点陌生 亦或是有一点恐惧 但是真的 我现在告诉大家 现在什么东西都是 看影片DIY 而且这个 如果你们真的有去关注费总 不管在FBI 在YouTube的影片的话 你就知道费总跟着相当专业 所以如果你真的担心 任何有关安装的问题 我相信到他们官网之后 去做一个询问的话 他们还会直接把影片 在默默的问问 对 直接就把影片都寄给你 这个所以呢 安装的部分不用担心 主要是 这个帮卖网 到底有没有帮助到你吗 到底有没有等于 让你的家里面 从纱窗开始 就装了空气津津机 这才是重点嘛 我先解释一下 先开始解释 来来来来来 人数够吗 Gook 我讲完就过了 很多人就看不到 很可惜 观众朋友 帮我们分享直播 现在是分享直播 是视频上 帮我们分享一下 分享到可能两k好不好 来 呃 对 这个猫腻 一定是人数够才讲 自肥 自作早安 自肥自作就是在讲他的 有问题都可以提问 刚刚有个观众朋友说 如果可以隔绝烟味更好了 我自己也这么觉得 但是不抽烟更好了 我自己本身 因为已经不抽烟一年多了 我觉得我的人生 已经从黑白变成彩色的了 所以如果现在在家里面 在装这个防卖网的话 我觉得就事半功倍 就是水稻取成 我就是一个健康 又没有受文明影响 后遗症的健康男孩 男孩不敢当 健康大叔 对不起 我一直还在活在男孩的 很男孩的那个年纪 对不起 谢谢 我妈妈的眼中永远是boy 对 你出闻了 我这一块 真的就可以隔绝一味 而且是德国检验的 来 检验这书 这边有检验证书 这边全部都是有SGS的一个检验报告的部分 还有德国的 SGS大家都 有很多 没什么特别 德国 这个吗 这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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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给大家看一下 像我们今天呢 这个这边都写了 就是我们对于呢 一般空气中所谓的一个悬浮粒子PM2.5的部分 它有效的阻隔率可以高达99.2% 那是客气 那是客气 留一点阿索比 哦 留一点阿索比 是啦 这台湾人别的没有 就喜欢客气 就喜欢客气 所以如果今天他可以有效的去杜绝空气中的PM2.5的话 基本上呢 你在一般你在家里面看到的什么灰尘阿或怎么样 那都是大于 那全部都大于PM2.5啦 那个 这个一定最 连2.5都可以阻隔的话 那其他不是问题 那小case 对 所以我们先来解释一下 是 为什么叫做防卖网 对 为什么他的墓数 大家都会误会在他的墓数里面 是是是 然后就觉得 哎墓数越多是不是孔洞越小 嗯 哎 孔洞越小 那事实上不是 因为你知道吗 我们讲传统的孔洞 传统的孔洞都是正方形 嗯 有没有看到 有有 可是这个一般就是这样子 我出生以来是 沙窗就长这样子 正方形就是在防一般的蚊子 蚊虫 蚊子 所以它是20乘20 所以叫20目 16乘16叫16目 对 但是我们是长方形 哦 哎 长方形我们是20乘以56 20乘以52 112目 是56目 哦 56 20乘以56目 对 小时候数学也不是很好 这个也不是 不过我刚刚有觉得有点清醒 这个这个我基本跟我讲木 我只想到奇力王里面那个让围棋的时候挤木 木就是眼睛 眼睛 眼睛就是你看到出去的窗 看得出去就动了 内镜啦 所以我们不仅形状木树跟人家不一样 那效果呢 好够耶 OK 再来就是说 像以前的砂窗 有时候是牛津的啊 或是不锈钢啊 等等 但是因为我们这一支网子 我们有涂银银子 而且银银子 抗拒银银银子是涂在我们这个网柴里面 是 叫做 这个叫什么 奈米 奈米 对 涂在网柴里面就是我们的 我们是不是会编织 我们会测衣服的啊 是不是有那个材料 对对对 直接过在网柴里面 所以呢 它不会因为它的清洗的时间或次数影响到 了解 要不然我刚才正想问 如果你说这个银银子会怎么样 因为插窗大家一定都会清洗嘛 对 我会不会洗个八次以后 结果抗拒银银子的效果就没了 有些人是这样做 对 他就在表面上 我们是就在纤维里面 是 所以就等于是深入骨髓啦 对不对 想甩都甩不掉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啦 他亡他才会亡 你懂吗 他亡你知道吗 是 OK 费总真的是很跟年轻人接轨 我很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 什么梗都可以抛 什么梗都可以接 没有 因为跟人在一起更有活力 要开始还有机会 一定一定 那再来呢 还有什么问题 是 就是 那你说这样的清洗的部分 抗拒部分 可是 我们一般会去讲说 如果这个等于是 这个就像是空气清净的 那个 滤网的那个 材质或素材 那我怎么知道 他到底有没有防埋 那防埋症的事情又不是个口号 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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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就就就就就来了 其实啊 外面很多人都用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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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雾箱 去测 对 但是里面也有很多的猫力 是 因为你那个喷枪头 或是那个出来的分离 分子的 那个大小 嗯嗯嗯 可以影响那个结果论 但是 今天因为我们有 有环境的关系比较小 是 是 我们下次如果有大一点 我可以测给你 嗯嗯嗯嗯嗯 没有那个水准啦 是 那重点 有没有观众朋友想要知道怎么安装 自己如何安装 OK 我最后讲完再告诉你 好 好 最后 最后一定会这样 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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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所以呢 这个网子呢 它本身是利用正铺离子的方式 去阻绝隔绝 PEM2.5 是 细菌 是 然后再来它为什么会涂银离子 银离子的功能就是它不会细菌 沾在这个沙网上 是 滋身 繁衍 这是非常重点 嗯嗯嗯嗯嗯 你不要看那个在山边的 呃 房子的沙冲 它觉得它空气很好 嗯 它有时候树上会飘出一些小虫 附在上面哦 哎 你没有拿放眼镜去看是不知道的 是 所以呢 我们银离子的功能是在这里 嗯嗯嗯嗯 我们阻绝 PM2.5的方式是 用正负垫 是 诶那 那我对不起哦 因为我真的 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比较不够 比如说你说一般 因为我有听过有些人是 它吸附的原因是用 叫空气静 它是用静电 那我们这个正负电也是静 也就是静电嘛 叫抗静电处理 哦哦哦 一般的讲法是抗静电处理 哦哦哦哦哦哦 对 所以它透过静电的方式 它就可以直接把 空气中的悬浮粒子的部分 直接用静电原理 就把它吸附在上面 一丢十倍离开 它就进不来了 气垢还好 哦 当然一定要试试看 如果可以让我眼见为平的话 时间够吗 对对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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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OK 拿水来 诶 好玩的一件事就开始 好 像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防买网 这个就是防买网 对不对 诶 都是 还更美 对对 爱我嘞 我年轻了 这个这个 这个美貌都不能用纱窗打得住了 对 这个有一层的朦胧美 是是是 那个蒙娜丽莎的微笑 没有他笑的没有我好看 哈哈哈 肯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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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测一下 这样摄影师拍得到吗 嗯 这样可以 这样可以 OK 然后 哎呀 还有 来 你来 我就没做假 是是 直接把它倒在上面 多一点没客气 多一点没客气 OK 哦 好玩吗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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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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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静电啦 是 诶 了解不 所以呢 所以如果今天是连水珠 这个这个都过不去的话 是 没有说都过不去 因为它有洪洞 对对对 我们今天会沾在这里的地方是 那个编织网的材料 是是 诶 这样了解吗 诶 诶可以收了吗 好酸哦 诶先不要咬 先不要收鱼啊 对对对 先不要收鱼啊 好啊好啊 收很酸 对对对 我帮你扶着 我帮你扶着 OK啊 可以撤了 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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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是一般沙网真的没有这个效果吗 你要是吗 诶我我我我这个这个没有没有关系啊 反正 反正这个不不秀架给大家看人家不知道 好是来来来 以为我们都在 不然你的台面就撕掉了 以为我们全部都是在插歌打文胡作八道的 这是一般的就是你家的沙窗嘛 来来来来 可是还是要电一下步好了 当然 因为节目这么长的时间 等一下 听到那个声音就会很好笑 当我听见瞎 你听到吗 大口一点笑 大口一点 有没有听到声音 这根本没有 有滴滴答答 有没有听到声音 这个 这不是 太大了 没问题啦 那摄影机在这里 你还卡住 我不是卡住 摄影机 我是卡住这个桌子啦 有没有发现一般的这个沙窗就是 没有啊 你看有跑了吗 没有啊 滴答答滴答答 要跑吗 跑在哪里 真的 就是等于它并且有一个防护效果 你看我们刚刚喷的时候 它真的可以这样滑来滑去 是是是 好像怎么 不是 戳汤圆 戳球 对对 也不错 撞球 也不错 也不错 OK OK吗 所以我就就发现 就光水的测试 大家就可以明显的感受得到 这个沙网的差别 它单一功能 哦哦哦 黄纹子 是 但是那小黑纹子 还是会进去 OK OK 好不好 而且 而且我还发现 还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以前那些 沙网的部分 可能你太阳晒一晒之后 好像就中坏了 所以你就要去找那个什么修理 啥窗啥嘛 我上次哦 那个刚好 那个才换了三个沙窗 我换了三个沙窗 他算我好像 三个沙窗 他说还要换成不锈钢的 哦 三个沙窗 好像八千多块 三个沙窗 六八千多块 这不能这样讲 用葛 用材 哦哦哦哦 用材不能用葛 你知道吗 你这么大也一个 这么大也一个 是是是 这个伟极的工程界好不好 理解理解 但是 但是如果 那个时候 以密集为主 我那个时候就在想 如果我自己会DIY的话 有多好 这至少讲句不好听的 就是材料买回来 材料买回来 然后我们自己 我那个那个的 我自己装 那个至少工钱 没有给人家赚 哎那更快 那那像 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 防媒网的部分 他有抗UV吗 当然有 耐UV OK 耐UV 谁有办法去抗UV好不好 是是是 耐UV 哦 所以 很重要 对 虽然我学势不高 也不要这么说 我很怕人家踩我坑 所以现在 所以现在太阳 我们可以耐UV 耐 就是耐 耐受性 然后风雨 这个我们可以 也可以有 耐雨水 也可以耐雨水 yes 哇塞 不是抗雨水 OK 那几集的台风来 我那么厉害 有没有 那有没有抗猫抓 呵呵呵 你家的猫 你家的猫 对 这么多喜欢抓山抓 猫不是都喜欢抓沙发 那还抗猫抓 我看把猫抓起来吧 那有没有抗财神爷从沙窗跑进来 财神爷 不是 这个硬抬杠 找你聊天 你算 那找你聊天的 那再讲 请问这样 就是 那如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 大部分 不是 就是都是推DIY的部分 那可不可以 简单示范一下 说这个DIY 会不会很困难 我们有多少时间 对 多少时间 我帮你看一下 大概 大概 大概有多少时间 大概摸摸台是18年 对 对 对 我说我们两个 我们还有三十几分钟的时间 没有 二十几分钟的时间 那这样我们留到后面交吧 不然后面进来人都看不到 我们还在讲 那你觉得呢 不是 费总 我跟你抱歉 抱歉一下 因为你可能不是常用 我们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不断的重复 OK 我们不断的重复做给人家看 对 对 人生是不能重来的 是是 装错纱窗也不能重来 一重来就要花钱了 你懂吗 对对 所以我们今天 除了教大家DIY以外 对先教大家 是 那他就可以省下工资 对不对 是 对 然后我们今天 不是愚人节吧 今天不是还没到 还没到 所以 青年节都还没到 对对对对 我们还有机会讲真话 对对对 OK 那这样子我们今天也会有一个特会 对不对 是是是 哦 那导购的特会 来 这个我们今天本来就是有给大家优惠的价格不是吗 对 因为刚才 千万别相信 别不相信 今天不是愚人节 我们讲的都是真的好吗 对对对 首先哦 我们今天给大家的组合的部分 本来 那价钱在哪 对对对对对对 你看哦 本来我们这个八千八的 是 我们今天八千八的组合 我们今天在直播价的时候 直接给大家直播限定价是7040 直接给大家直播限定价是7040 这等于不仅是省了工钱 连那个什么 连材料钱都给你省了 这个应该不用737 不就是差了760块吗 这个对对对 1760块 1760块对不起对不起讲错了 对对 某某真的是仁慈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现在所有的电费也涨 鸡蛋也涨 什么都涨 就只有某某降价 是 哎呀 我觉得 我觉得主要啦 我觉得 如果今天一个东西还可以 就因为便宜 还可以把健康带给你的话 我觉得 对 一举多得 一举两得 友善事业 是 太好了 其实我们本身还有这个 这个慈善基金会啦 是不是 然后也 对 每个 每人都有这个 脱耳基 我们也有捐物资啦 哈哈哈 有善事业 那另外呢 我们这个 折叠沙门的部分 我们本来是6800块食材 我们在今天直播的限定价呢 也是给大家5440块 这差这么多 6800的5400就是 111360是不是 1360 1360 所以是工钱也省 材料备也省哦 你知道吗 工钱只要买超过两床 三床以上 是 两床以内才要加购工钱 对 三 两床以上叫三床吗 两床以上叫三床 对 两床以上叫三床 是是是是 真的有老邓嘛 哎呦 天呐 我只会ES 是ile 反正 欢迎大家来询问啦 对 因为这个纱窗的部分 第一个家 戈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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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 第二个 还是那句老话 主持人 就是是 总有一天等到你 今天不换 明天也等换 就是 你早换 就跟棺材店讲的个独卷 talvez 总有一天等到你了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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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listed 健康的概念 健康就是要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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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o 我们让它 換了黃麥王 越活越久 好不好 沒問題 我相信我們觀眾都是很了解我的明白 就是我們都清楚我的意思是什麼 因為他會發現說我也吃得很健康 我天天也在做核心 核心 然後我也怎麼樣 我都做得很好 我也爬山 可是為什麼我會得灰性癌 是啊 就是空氣污染 沒有 他忘了自己那一口氣 他不挑 他只挑嘴 我吃好一點 喔 他忘了說我要吸好一點 是 是 了解嗎 所以就是一種內服外用的概念 對 導火為因 導火為因 你知道真正的原因是從哪裡來的 你沒有把它解決掉 你竟然是把蔥霧關起來用空氣瀝清器 懂了 空氣瀝清器你買多少錢 一萬多塊 然後你知道嗎 一蔥才多少錢 這個 對 而且空氣瀝清器還是耗材 我們這個用一個就可以用很久 等一下空氣瀝清器會公開我 也不是 我覺得這兩個不同的概念 我是良心的數學 對 兩個不同的概念 我覺得價值的問題 是不是 一個是你不要開窗買空氣瀝清器 一個是你窗戶打開 然後這個空氣瀝清器可以不開 我覺得如果不開窗買空氣瀝清器 乾脆不要裝窗更省錢 是 是 密不透風的牆 對不對 就傳說中什麼 傳說中就是家徒四壁 就是我 我家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我家沒有窗戶 對對對 那我跟你講 那你家需要裝空氣瀝清器 但是我強烈的推薦你 某某台有賣很多好的空氣瀝清器 對對對 你現在是不能去買空氣瀝清器 等下我幫你拍在門口 對 那我現在是也不能賣窗 是 是 不不不不不 但是我相信台灣 我們台灣沒有窮人的 我們最美的風景就是 台灣台灣沒有窮人 我們沒有窮人 所以家裡一定會有窗戶 家裡沒有窗戶 就一定要窗 對 殺窗 對 你一定要見得人 要有窗戶 看得出去 為什麼我真的跟你報告一下 還好今天主持人是我 是 不然就 平常平常的人可能 寫不出來 可能搞不定你啊 還好今天主持人是我 基本上我是臉皮 比較厚的那個類型的 是不是 還好主持人是你 你連把攝影師都嚇得冷汗直流 沒有 你是不是我長得很醜嗎 不是 不是 這講話太犀利 是講話太犀利 還是我沒了 沒有沒有完全不會 完全不會 我會老無老即生之老 好啦 但是 但是時間輸進就過去了 還是要跟我們講 還是願意告訴我們 怎麼樣DIY 觀眾還有多少冤枉 快點 我們到底節目 我們到底節目這幾分鐘 我都忘記了 對不對 到1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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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費總 還很長的時間 沒事 好聊好聊 觀眾還有什麼問題呢 來來來來 真的謝謝 嚴簡易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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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主題 沒有那麼多時間 所以真的 這個 費總還是 這個 我們還是先教大家一下 什麼DIY好了 因為我們時間還很長 我們可以 示範好幾次 對對對 DIY每一個人 他缺少的就是信心 是 他認為他量不好 對 他認為他的尺看不好 對 然後他就會有依賴說 陳總 你幫我決定一下 然後就拍一張尺的照片給我 我告訴你 我更看不好 為什麼 那個照片我怎麼看得到 minimeter 你知道嗎 當你量紗窗的時候 你要注意 他一定會量到minimeter 對 對為什麼 因為呢 你那個minimeter 而且再來的話 就是說 有什麼可以表現一件事情 什麼事 有尺嗎 對 有尺也尺也都可以 紙這裡有紙 這裡有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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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請問你 這一條線 這邊跟這一邊 兩個差多少 我怎麼知道 差in mini 線內線外 因為你切下去 你的切盤也好 你畫紙 那個筆也好 筆心也好 一定有它的厚度在 跟它的寬度在 是 所以一定會前後 有落差in mini 這樣了解嗎 對 當然你如果粗一點的 那個叫做千紙筆 千紙筆的時候 它的線更出的時候 內外是不是有落差 對 那個叫直數法則 不是吧 不是 一條線畫在這裡 A加V 泡五的平方 A平方加B平方加2AB 所以這邊的線內線畫 中間一定有距離 你發現了這一條 這個物體的存在 所以呢 anyway 你這樣了解嗎 那了解any any else 我米國回來的 我留美的 對對對 anyway 你在看尺的時候 你對你的眼睛的平衡 沒有自信的時候 你不知道三ミリ 還是兩ミリ 的時候 請你選擇兩ミリ 因為小可以塞進去 差一ミリ 大的時候 你就這樣講就講不下去 是 殺傷的東西 如果少一ミリ 蚊子會進來 多一ミリ 卡不進去 所以 當你又沒信心的時候 你就乾脆掃一ミリ 那你如果又發現 左邊的尺 左邊的尺 有尺嗎 沒有帶尺 沒有帶尺 無尺之徒 OK 無尺之徒 不好意思 用說的就好了 用說的就好了 來來來 無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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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鬆掉的時候 它就會差一兩ミリ 是 所以你在那個地方 你就會被 被踩坑了 好 對 好 那是要注意的事情 那是要注意的事情 OK 那有的人想說 我用電子的 它也會有漏差 所以尺寸 最好相信自己 是 可是我怎麼聽起來的感覺 好像是 是非種叫大家 直接 找你們去倒甫安裝的感覺 叫我去嗎 對不對 怎麼一直在感覺 就是說 那個 確實很不好丈量的感覺 沒有 我是 苦口薄心 實話的分析 OK 注意那個危險的地方 好 這個地方有貓尼有沒有 對 這個尺你注意看 攝影師拍得到嗎 沒有 如果你不動的話 如果你不動的話 它拍得到 如果你動的話 它抓不到 你看看 你看看它是不是有差 有看看有沒有差 有 有沒有 是 好 看不到 看不到 這樣看得到嗎 是 可以 有差 你看進來它會動 有差1mm OK 好 那你是不是這樣兩節會這樣勾 對不對 把它勾緊嘛 對不對 你就focus在下面的尺寸 可能你上面已經拉1mm 是 上面的尺寸 然後你看看 你看看 這是多少 對 37.7 對 37.7 可是它那個詞已經跑掉1mm1年 OK 37.7 可是我看起來好像37.8 那你覺得我們決定要哪個 37.8 7 7 要7 要7 要選擇小的 好不好 好 老師在教你都沒在聽 當我聽見下 這一次 好 37.7 對 你要這樣 好 那你橫的也是一樣喔 橫的 能剛你說是個多少 這個喔 這個是28 剛好就28 28.1 28 我覺得是27.9 27.9 你知道我們兩個眼睛水準不一樣嗎 一定是你 一定是你沒有問題 對不對 這一定是你沒有問題 你的角度問題 OKOK 你是這樣看 我是這樣看 所以你們用拍給我的 那我要從哪裡看 所以絕對沒做 好 那量好了之後 那要怎麼安裝呢 但是在量 我現在講的是 你要注意那個防袋問題 在量的時候 當你 你的舊窗 舊沙樁拔下來量也可以 或是舊沙樁卡在上面量也可以 那舊沙樁卡在上面量的時候 前面沙樁那個人如果尺寸不準 你就會被踩坑了 你聽他的那就完蛋了 是 那如果拔下來量的時候 因為他四個腳會鬆 四個腳會鬆 所以你必須要把它拆緊 OK 拆緊 現在都在教一些DIY的技巧就對了 就是他們會發生的問題 那比如說那我 我聽到這裡我大概已經明白了 我大概已經明白 那就是像我們這種 那個老花眼鏡都要用望遠鏡來替代的人 那請問有 直接有 有道府安裝的選項嗎 有 我可能已經想要 give up那個DIY的選項了 我是比較鼓勵 雖然我去幫你裝是很簡單的事情 是 但是不是我裝的 師傅裝的 但是很簡單的事情 可是你會發生一個問題 你以後要拆自己不知道怎麼拆 因為你已經造成依賴 但是你知道嗎 現在的工資成本幾乎大於材料 快大於材料了 你覺得呢 如果你自己量了 萬一量錯你 還有ASOBI 還有身價工資 可以再買一雙 是 而且今天MOMO台 還有直播的限定價 還打折 等於是給你 不會錯啦 不會錯的 對不對 這個我相信 大家都是 不是 不是像我一樣眼睛不好 對 你只要照我這個方式 是 你絕對不會錯 okok 那所以我們今天等於 給大家選項影片 也沒有挑窗戶 就是從我剛才講的那種 平紗窗的摺疊窗 那落地窗也可以嗎 落地窗當然可以 落地窗就類似平紗窗 但是那個你要在下order以後 我們就會派人 因為它那個房買網的編織 不是在地上的 因為它是很高貴的東西 所以它必須拿回工廠去編織 然後就送回來 不是像修理沙拉修沙門 在地上弄的 沒有 不是那樣子的 所以 你看 我怎麼可能在地上弄 真的 這每一趟都是江湖一點絕 他們想問你怎麼清理 對 那怎麼清理 對對對 剛才不是有測過那個水嗎 對 是 我覺得抗淨鏈處理不沾灰塵這件事情 欸 用清理 當然要清啦 但是就是沒那麼嚴重啦 對 吸一吸 請問不要吸水 不能用吸塵器 那 我個人以女人的角度 跟我家庭主婦的角度 這個沙窗跟女人 我一向是 沙窗都是女人在洗好不好 要不要投票 欸 我要來投票 不一定喔 我家的窗戶 只要你跟著男人的話 只要你跟著男人的話 那就跟著男人 我家的沙窗都是我家的狗在洗 喔 因為剛才講貓都會抓沙窗了 狗在洗沙窗 沒有它用甜的 它用甜的 它只有局部乾淨好不好 欸 這種真的很會聊天 哈哈哈哈 所以到底不是 所以一般我們就是怎麼拿抹布擦一擦清洗就可以了 千萬不要 所以我會建議你們DIY 你知道嗎 因為我相信那個水 和細菌、跟灰塵的 över 應該這樣講 不齁啦 因為水不是太強了 細菌quisite flip 那你如果這樣洗過的時候 我不相信你洗得乾淨 那而已該怎麼辦 哪要下來沖水沖一沖 再量乾這上去 空氣進來多舒服啊 喔 我才建議你們要 noite D meet 但是我一天到晚懶惱 不要幫你施工好不好 你施工要復施工會 我很爱好不好 这个公伟就实在 讲话真的很实在 就是在教你每一步怎么样省钱 又到位的一个处理 你的后面的后续处理 因为当你依赖一个简单工程 依赖一个师傅的时候 你后面要清洁修理等等 更换你后面绝对一辈子的烦恼 当你学会刚开始是辛苦的 所以我们刚开始辛苦 然后我们给你的折扣 你的unshare的价钱 其实可以让你再凑一次 当一个人凑一次的时候 就不会再凑第二次 所以我来帮大家 所以我今天 先帮大家再做一个简单的整理 第一个 你过去一般家里面的杀窗 包含今天孔木树的部分 因为它过去是正方形的 我们是长方形的 所以过去 你只能去挡一些什么蚊虫 可是我们今天 就是不仅还有营离子抗菌的关系 所以包含什么空气中的PM2.5 包含今天你说灰尘粉尘 那蚊虫当然不用讲了 因为它更小了 因为我们的孔洞长方形的更小 而且除此之外 甚至连台风来了的时候 还可以有效的去阻隔 风吹进来 我不建议台风来的时候收起来 收起来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很多人在开窗的时候 恒拉窗当然也会在 就是那个外推窗 台风来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关起来 所以你的折杀一定在室内 所以它根本不是跟外推窗 你懂吗 外推窗我知道 那一种的 它是挡在户外 台风来它是挡在第一个 而我们是第二个杀窗 所以我们绝对不是那个中将官在前面 了解 所以台风来你如果装在阳台 我是建议你收起来 我也不知道它风向有多大 也是也是 那在那平沙窗就 对 因为它毕竟它的材质是软的 了解 它不是玻璃也不是硬体的 了解 了解 但是呢 人刚我觉得有一个问题 现在在市场上有一点乱象 怎么说 我说56木 他说它150木 所以它比我好 这个听起来每次都会被数字蒙蔽嘛 感觉好像数字越多就越厉害的感觉 我需要解释一下 当然需要解释一下 我们用一个理论好了 我们说别人好不好 是 我刚刚讲过在repeat 你说我们这里可以 对对对 就是要repeat ok repeat 对对对 这个是不是20乘20 对 所以它叫20木 是 它的名称是这样来对不对 对 ok 那我们这个是刚才有讲到说是56木 我们是长方琴 对长方琴 所以它20乘56 对 所以它叫56木 对 ok 请问你的150木是多少乘多少 150乘20 我不知道 那别人的事情 ok 哦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话数啦 所以 它是一个话数 你56木 150木 我比你好 哎呦 你刚刚相信什么 我跟你说 这个 我今天好像回到高中学 哈哈哈哈 好好好 其实我大学毕业二十几年 其实费总刚刚是只要 他讲他的 但是你不 他不进的 没有办法查证 喔 那就是他空口说白话 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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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好 费总 这个东西看得出来 是是 很多东西 有一个东西 肉眼到 肉眼就看懂了 跟法律一样 是是是 讲究证据 真的 所以我們的檢測報告就是證據 不是我今天拿一個噴霧槍噴一噴啦 是 但是剛剛做那個防水也是證據好不好 對對對 所以再一次給大家看看 我們剛剛有特別講 環境工程就是沒有異味 OK你們剛剛談的香菸的 不是香菸 香菸嗎 香菸 香菸 你們剛剛談香菸的異味 或隔壁鄰居燒烤店的異味 唉 像你看我們這邊 德國的檢測報告 是 就是環境工程沒有異味的檢測報告好不好 太強了好不好 然後全國我們不談世界 我們談台灣 因為我們在台灣就談台灣好不好 全台灣唯一有 它這個材料裡面有貨銀離子的 只有這一塊 是 只有這一塊 所以其實就包含是 PM2.5組隔的部分 我們也是 PM2.5現在變成一個流行文字啦 就是你隨便搜尋都可以知道的 這樣了解嗎 哇塞 這個 怎麼沒有用彩色呢 怎麼用黑白看得到嗎 沒關係 SGS白 沒關係 我們摸摸那邊應該也有資料可以查得到 抗菌 銀離子 金黃色葡萄酒店 大腸桿券 都 接近 整治99.9 對 能剛你知道嗎 所以全世界我就喜歡去德國 我去老幾趟 是 你知道光是看到那個草 那個什麼 那個 我喜歡它的精油 我喜歡它的那個 芬香 芬芳的 那個東西 然後我喜歡它的空氣 是 所以你知道這一塊是德國進口的 OK 終於講到重點了 我們是德國進口的 對不對 就是 很多人說台灣生產 made in Taiwan OK Nice 台灣也很有水準好不好 但是我不能說它不好好不好 這塊不德國進口的 如果你車子喜歡德國的 什麼都喜歡德國的 我們德國台灣總代理 Understand 哇塞真的 under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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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erstood 對對對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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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子 那另外就是 那如果家裡面我不是這種 那如果是那種 這種 這種插窗 那要怎麼DIY 我們來玩一下遊戲好了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有空 還有時間 時間多的是 還有16分 時間多的是 但是有觀眾朋友很想要知道說 第一品到第四品 到底它的差異在哪裡 因為現在觀眾朋友可能不會分 就是說它 我們購物車的第一品到第四品 嗯嗯嗯嗯 要清楚的知道 對 差異性是 是 你是說哪一個 喔喔第一個品項 對 第二品項 第三品項 其實大家可以看嘛 我們上面有寫 這個捲軸式的紗窗 或者是平紗 平紗窗的紗網 還有折疊式的紗網 因為主要是 從你家的紗網 是什麼樣類型的 來做品項的區分 應該是這樣講 沒有錯吧 對不對 那我們從第一個 但是只有一個事情 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今天直播有特會加 折扣 對 是一樣的 口袋省錢 對對對 可以省一千多塊 喔每個都有省一千多塊 我可以吃我家牛排兩克 我家牛排兩克 有這麼貴嗎 我家牛排不是三百多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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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欸 欸你說 這個 來比如說 第一個是捲軸式的紗窗 捲軸式的就是 這個就是 我們從頭談好不好 這個是捲軸式的 對 捲軸式的 我手上拿的這個是捲軸式的 所以它最基本材是食材 喔喔 就是說它不到食材也 食材也算 是 寬層高 寬層高 是寬層高嗎 嗯 長層寬層高 寬層高可以的 可以可以可以 沒毛病 沒毛病 W乘H就好了 W乘H也可以 除以918 是除以918 對 所以 這個長層寬 除以918 就算你是幾才了 那我們現在做一個數學題好了 你給我一個尺寸 寬多少 30 30這麼小 然後再來高 高是90 這麼小 OK 這個幾乎是外推樁的尺寸 然後乘起來除以918 對 哇 2.9才 那你一定很高興 喔我不用那麼多錢 不是 你家又不是只有一個張目而已 你2.9才要算10才好不好 好好好 這樣了解嗎 是 所以呢 這只是一個窗 一個窗就2.9才 如果你家有八扇窗 再下去算一下 喔 沒有沒有沒有 你不要以為說我家有八個2.9才 那就乘以八二十三才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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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八個二... 要30才啊 八個2.9才是80才 80才 對 為什麼 因為他的組裝啊 他的SOP啊 我剛剛講過了 你刀子一切 他還是要有1234個人組裝 那你刀子一切一把也1234個 在工廠的成本裡面 那叫基本成本 好好好 然後再來他組裝一樣不會漏掉 他一定要該有的螺絲還是要有 該有的 所以呢 這個就是麻煩委屈一下 但是這個時候下單是最適合的 是啦 我覺得其實這個問題都可以解決啦 主要是在於今天有沒有 第一個有沒有搶到優惠的價格 第二個那個有沒有學會到怎麼DIY 像比如說 像這種捲頭式的時候 我最近 我這個也是算新型的吧 這個我以前沒有看過 等一下我再教你 我現在就是說 因為他這個是屬於客製化的一個材料 不是那個知識化 就是說 加一加一加一 明天就出貨了 沒有 你還要回家量對不對 當然 還要回家量的情況之下 所以呢 我們孟孟給多少時間 讓他量裝呢 呃 我們不是 這個價格不是在直播的時候 然後會 直播完好像有幾個小時的時間嘛 三天 兩天到三天的時間 讓你好好量裝 然後你下單的時候呢 如果你要施工呢 就預約測量買施工券 那預約測量完的時候 我們師傅過去丈量以後呢 然後呢就會開始製作 製作的時間大概七天 七天製作完的時候 才會跟你約時間安裝 因為我們喝咖啡也要約時間對不對 是 打麻將也約時間對不對 是 這不可能馬上去的對不對 絕對不可能的 對 所以而且我們施工的區域的部分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這個包含對不對 台北 桃園 新竹苗栗 台中 彰化 高雄 對不對 OK 嘉義沒有 OK 那其他地方就是要DIY 嘉義的話我們只要去開分店才有 OK OK 給我們一點 多多支持我 多買一些 我再去開分店 給我們一點時間 給菲蓉一點時間 他除了當網紅之外 才有時間去開分店 不然的話 對 因為在Youtube都可以看得到你的影片 唉唷 而且超級活潑的 對對對 就沒人陪我聊天嘛 就放在年輕的時候 就一直聊一直聊啊 對啊 現在還有人說我年輕啊 真的是這個這個這個 Handsome Paul 那個套句不好聽的 對不對 我們都在 對不對 我們今年都在半太歲了 很多人還猜我是24歲 對 半太歲 這麼帥的人 太歲敢來嗎 有可能 那那個剛才也有說要 最後一點時間 我們要教大家一下 怎麼樣那個 再補充一件事 你不說都可以return嗎 都可以return的 來我給你補充一下 一般的擺摺紗 它的下軌比較短 比較短的時候 一般都會擔心它的蚊蟲 從下面跑進來 但是我們的防買網的摺紗 它下軌是高的 跟一般的不一樣 OK 所以don't worry 就是等於所有的細節 我們都想到了 我的荷花雀現在吃剛剛好 就是每個地方蚊蟲都抖進來 就是這樣子 所以跟一般傳統的擺摺紗是不一樣 一般傳統的擺摺紗 它的下軌比較低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所以你會覺得很多小蟲都會爬進來對不對 可是這個下軌有沒有比較高一點 是 然後它比較深對不對 所以你只能 就是連影刺蟲都飛不進來 因為我朋友家裡住宜蘭的 家裡會有影刺蟲 是 然後再來的話 它有幽靈跟無靈 這是幽靈的 幽靈就是說你如果門的話 你的鎖螺絲就鎖這裡 左右兩邊 鎖幽靈這樣子 攝影師拍得出來嗎 遊靈 遊靈就這一塊多一點出來 就鎖螺絲的位置 那這邊就是無靈 當然也可以一邊遊靈一邊無靈 也可以 就要看個人的環境 所以我今天不但學會怎麼看沙王 我今天還對窗戶的知識 對窗戶的知識也學到很多 對 所以你家裡只要有一支電鎖 不用這麼大支 小支就可以了 那無靈就鎖四個角 四支螺絲就可以省掉2500的工資 你不要嗎 這一定要 我跟你講再怎麼中拿起來 我也要省2500啊 一根省800 水電工不一定是來施工的 四根螺絲省800 對對對四個螺絲 四八三十 三千 超多的 工資2500 所以是 四六二十四 一根螺絲600 喔 省600 又省600 又省600 要做啦 我們就趁最後十分鐘的時間 所以還是簡單的教大家一下 你有手泡嗎 我有 來來來來來來 終於重頭戲 重頭戲要來了 有問題的一樣可以問 待會找時間再回顧大家 要教大家怎麼樣 拆妝DIY這個紗窗 記得戴手套 記得戴手套 當你還不熟悉的時候 等一下刮到 不要送我的 在還沒開始之前 再跟大家講一次 長程寬除以918 等於柴數 就是等於柴數 每下一單的話 其實我們都是給你10柴 那如果是說你確保 你的家的窗戶在10柴內都沒問題 好不好 OK OK 千萬不要說1窗2.9柴10窗是29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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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了解 來 這是什麼商 這個 你說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 這也是防麥網啊 防麥網啊 這也是防麥網啊 是 這有一個防麥網的LOGO 有看到嗎 有有有 喔有有有 有沒有 有 會有一個LOGO OK 好 再來 這個叫做可控式捲瓶紗 那 這個施工怎麼施工 然後這個怎麼拆卸 對 我們來玩一次 來教我一下 欸我今天學一點 你剛好這樣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而且剛好戴白手套 呵呵呵 那不是有一首舞 欸不是有一首舞這樣 我們這個節目是早上10點 還是晚上10點 哈哈哈哈 你醉了嗎 不是 就我累了 你累 然後我跟大家講一下 來這個現場的觀眾朋友 如果是說你今天不想要 不想要自己施工的話 我們底下這邊有加架構這邊的部分 他是做一個這個施工券 施工券 施工券 那就是我們這邊的人會幫你施工 錢給費總的員工賺 然後還有這邊的材數 這邊加架構的材數 這邊是這個 4材對不對 如果超過10材變成4材 加購區就是選4 4就可以了 然後主商品選 數量1就是10材 所以加起來是14材 那就是這邊就是加一就是一材 好不好 就是一種拉麵 那個還講是再加麵的概念 就是再加一球麵的概念 吃不夠加麵啦 這樣就是這個概念啦 對對對 來快快快時間快到了 從哪裡開始呢 你想學什麼 我想怎麼猜 怎麼猜 喔來 這是外面 是 這是室內 對 OK 所以你要把網子收起來以後 對 那我們 轉到背面來 沒有 假設我這是院賽 我室內 喔我室內 我室內對不對 這是室內的傷亡 這是室內傷亡 我們再講一次 這是室內 對 但當你在室內的時候 有什麼狀況呢 然後我就把後面的給你看 對 這裡有一個黑色的條紙 是 邊條 這裡 對 那請你從上面 像扣子一樣 會有聲音 對 你比較大聲 讓我來拍不起來 沒有啦 OK 然後再來 我都想出手幫你 對 我明天可能要吃自己了 哈哈 OK 分離了對不對 對 分開了 分開了 好 是室內喔 對 你們不要爬到外面去 危險會掉下去喔 對 蜘蛛人 我只是告訴你 後面背後有那個貓力 是扣子 扣子的原理 OK 好 我現在給觀眾看 我們一起來 來來 我已經拔了 反過來 請你跟我這樣坐 對 來來來 上面 上面 下面 下面 窗簾的感覺 窗簾的感覺 喔 2500是一扇的價錢 還是一趟的價錢 2500是一趟的價錢 但要兩窗以上 喔 2500是 兩窗以下 兩窗以下 哎呀 兩窗以上免施工 兩窗 兩窗以上免施工費喔 有聽到了 兩窗以上 對對 時間來不及了 對到11點 對 怎麼猜 黏住了怎麼猜 對黏住了怎麼猜 哎呀我也不太會猜 我這隻手好了 喔好 這隻手好了 我跟你講 他這個就搖一搖啊 剛才 跟著我把它弄下來 還會啦 還會啦 欸我下來了 我的人也幫我 喔沒關係 示範我的就好了啦 不是啦 我也會啊 喔還會哭 你看看 喔這個真的是 綜藝界的奇葩 等一下 快點我們試試看 時間沒有了啦 下課後再聊 對對 你看看 這裡還有一個貓尼 不要忘記喔 這一個孔 這一個 這一個塑膠頭 有沒有看到 有 一定要卡到這一個 洞裡面 OK 你不能跑到外面說 欸滾了滾了 我現在也滾了 他如果沒有進去 他就出軌了啦 啊你的紗窗就出軌了 出軌有很多 你都還沒有出軌 你紗窗就先出軌了 好不好 對對對 OKOK 下課了 哈哈哈 來 再來 怎麼回去呢 對怎麼回去 怎麼回去 躺著也好 站著也好 我想你們都需要站著啦 是是 這樣子好不好 為什麼 因為你從已經 然後等一下 拆下來功能是什麼 沒講完 沒有辦法再等一下 可能要快一點 因為你這個剪頭砂 拆下來就可以去洗啊 啊OK 洗完了你就不要拉開 你就晾著 它都會滴水 因為它是防買抗氫鏈處理的 對 水自己會滴下來 了解了解 對 然後再來你家 如果不是防買網 其實我們就剩兩分鐘而已 沒關係 你們家如果不是防買網的時候 你就把這個拔起來 拿到工廠去換防買網 好 兩分鐘 OK 再來 來 你聽我 增豆瓣嗎 我們來這個軌道 這個洞 卡進去 我已經裝進去了 我已經裝進去了 我速度很快 那不行啊 那我要加油 我常常被人家詬病 我動作很快 我不行我不行 我沒有力氣 OK OK 好快 這樣子 然後再來 繼續 卡緊以後 不要忘記你自己在這裡 進去卡緊以後 在這裡 你不要跳到外面去 然後你記得 邊條要把它扣上去 有聽到聲音嗎 有聽到卡一聲的聲音 有有有 扣子有聲音嗎 OK OK 所以你這樣按按按 這樣可以嗎 來 扣不爛 是 來 這樣就好了 回到原來 漂亮啦 漂亮啦 簡不簡單 還要換兩千五嗎 不用啦 也不要這麼說 也不要這麼說 忘記 忘記螺絲要鎖哪裡 來 這裡 哈哈哈 不是 鎖螺絲啦 時間太緊了啦 但是不用擔心 如果跟著有人說 這樣子要看回報了 我告訴大家 第一個 嫌麻煩的 我們可以直接買時工券 第二個呢 這個我們MOMO的網頁上面 直接產品就有教學 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擔心 這個看的部分 雖然教的人可能不是我 但是我相信你會跟我一樣 學的一樣好 對對對 呵呵 兩張以上也不用時工費喔 對對對 這個三月時我要買魚子醬 是否加上100%mobi 這跟魚子醬有關嗎 哈哈哈哈 我剛剛有時候會在上面 問果邊問題 也是啦 開玩笑的 開玩笑 覺得你愛問什麼就問什麼 我們最喜歡你問問題了 但是還是要提醒大家 在我們今天直播間 這個下單 今天都會有一個便宜 優惠的划算的費 這個價錢 如果錯過的話 價位可能就不在 因為費總平常也沒有這樣做特價 是 對 我們最後 是MOMO的仁慈好不好 然後剛好今天又不是 4月1號 我們是真的啦 我們最後一分鐘的時間 在這邊跟大家做報告 如果你今天是買這個 卷頭式插裝 本來8800的 我們在直播簽訂價就是7040 然後這個價錢 然後這個下單之後 我們就有三天的時間讓你去葬梁 三天的時間讓你去葬梁 然後如果今天是這個引擎裝 折疊式插裝 本來是6800 可以5444 還剩一分鐘嗎 對還剩一分鐘 對對 那如果這個是一般是平插裝的話 我們本來是3500 今天做2800的直播優惠價 我差很多錢 真的這個錢 我跟你講省下來全部都 再加上如果工錢也省下來 你真的會DIY的話 我跟你講 第一個本來就是健康無價 最重要的是 你今天還可以用便宜的價錢 還擺到健康 我覺得 而且是全家人的健康 你給自己加一個安心 你剛剛我們剛剛撒幾個 你說趕快 有些人說 那你這個木樹這麼小 那我有風可以吹嗎 對啊 剛剛好像來不及吹到對不對 來不及做測試 是是是 但是風下次再來 不用擔心啦 費總家的東西OK啦 他的風跟海邊的風不一樣 海邊的風是這樣吹的 然後在 四面八方 然後手上 臉上的裝都有砂 你知道嗎 他這個風不會 OK 他這個風就是穩穩了 沒有關係 我們在找時間 再請費總來跟我們 詳細的介紹一下 那今天也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相信有了這樣一個防衛砂 砂網之後呢 可以讓你的家裡呢 全家人變得更健康 推薦給大家 保護最後的時間 打電話 不是打電話 買東西啊 還打電話 對不對 拜拜